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尾號 我們現在打魔神戰的第三階段 那我帶的隊伍一樣是炭治郎 這隻機械小兵的話 如果你有庸子的話帶庸子更好啦 主要就是破第二關的隱身這樣子而已 那機械小兵在右上角的施特林要塞那邊打到 就是故事模式的施特林那邊打到 好 OK 第一關的話是 第一關就是兩隻罐 一個七康奈 一個是會把你服屍變黑白的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轉 這一隊有閉眼秒數啦 所以應該是七康對各位來說還好 我們沒有轉到七 馬上放一個槍 反正這邊就直接去轉就好 鬼姬黑白不可怕啦 比較可怕的是那個鬼姬隱藏 好 那記得在CD2的時候 把那個七康帶走 不然左邊那隻打6萬 就比較恐怖了 好 那第二關這個隱身 來這邊直接把這個打開 不要讓他打過來 因為他打過來的話還會鎖技5回合 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那我把小迷豆子也開下去 那大迷豆子也開下去 因為這邊有風化 大迷豆子開下去比較好處理 先把以處理風化為優先 好 那因為這邊有小迷豆子開下去了 所以傷害應該是理論上夠 好 接著是弓前盾 然後不能手銷到木 那我們這邊就先去把木稍微疊掉 因為他這邊是復印 復印就是會有雙倍的 好 來 那這邊的話他打過來 我們就可以對他造成傷害了 好 所以注意不要銷到木就好了 OK 這邊也帶走 來 接著手銷指定9 這邊我們直接用炭治郎無視 然後順便把變身也開下去沒關係 好 那你如果要無視的話 記得手銷至少4喔 4以上才會 可以無視掉這個固定連擊 好 再來是能力繼承一個手銷 按一個手銷全木 好 那 木的現在沒辦法處理 我們就等下一回合吧 因為木的現在卡珠 好 你給他繼承沒關係啦 藍著血沒有沒有多少 好 接著是手銷全木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第五關 突襲加碎裂 9個位置 那這邊要9康 我們就把他一消開下去 好 那一消開下去 就是盡量去把 水火切殼開來就好了 好啦 其實這樣已經可以了 好 那這邊就是直接A過去 來 接著王關 好 王關這邊的話是會燃燒你 那要特別注意這邊 他的攻擊會隨著燃燒的位置而提升 燃燒的位置越多 他攻擊就會越高 那初始攻擊是29000 這邊還算挨得住 前兩回合還挨得住 好像挨不住了 我們先用富剛先生擋個死 然後下一回合我們再開龍科這樣子 就稍微拖住他 對 這邊看過來是已經有骷髏頭的 所以要特別小心 那炭治郎是不怕燒啦 所以這個直接嚕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我們把龍科開下去 龍科是炭治郎的武裝龍科 所以直接開就好 還有炭治的效果 好 那這一回合就有順利打掉 然後再稍微拖住他的行動一下下 好 那最後一回合就直接把他帶走就好了 好 那這邊一血就完美帶走了 接著二血一樣是首消全版盾 那這邊一定要開炭治郎啦好不好 因為他死掉還是會反擊4萬過來 那我們只能讓一隻炭治郎去打 你如果讓第二隻炭治郎去打的話 就直接再會啦 應該說你如果讓隨便一隻隊員再去打 就直接再會了 好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 鬼滅之刃通關的劇本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噗